伪创宣布把大陆昆山iPhone厂 连厂带人带业务全部盘卖给力讯 消息传来震撼了台湾苹果供应链 伪创的股价在消息披露之后的首个交易日 大跌将近8% 那苹果手机组装一哥的鸿海股价 更是连跌两天 跌幅达到3% 那组装二哥的合硕股价呢 更是大跌了4% 那据了解啊 这次伪创卖场是在苹果授意下完成的 那到底苹果执行长库克 在打什么算盘 对台湾的瓶盖供应链 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今天我们来告诉你 大家好 欢迎收看Today大头家 我是阮木华 消息一出啊 就连退居幕后的郭董 都忍不住跳出来大表震惊跟忧心 其实伪创卖场这件事情 早在6月间就已经传开了 那消息灵通的郭董 不应该会不知道了 但是声明组成熟饭之后 郭董当然还是得表态 毕竟最终受伤最重的会是 鸿海富士康集团 要知道鸿海向来没有把iPhone 组装的二哥合硕 跟三哥的伪创放在眼里了 但是对目前接苹果当红 穿戴装置 AirPods的力讯 是绝对忌惮的哦 主要原因是因为力讯 是更正描红的大陆厂商 那富士康虽然在大陆多年 但终究他还是台厂 第二呢 那力讯的老板王来春 出生在富士康 而力讯的管理精神 甚至发展轨迹 都全部卡比鸿海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果给力讯 接到苹果手机的组装 那么就等于说 让陆厂完成抢夺台湾 厂商苹果供应链的 最后一里路了 而最终力讯跟富士康 平起平坐 甚至几下台厂 我个人认为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那这也难怪 台湾的iPhone组装三雄 闻讯股价同步大跌 但是捡到枪的力讯 今年股价大涨 那市值已经上造新台币 甚至超车红海的市值了 那许多人不禁好奇想问说 那库克到底不爽台厂什么呢 为什么已经有合作多年的台湾厂商 还要扶植大陆厂商 那这件事情就得从 苹果在印度的惨败说起 印度在去年几下 美国成为全世界第二的手机大国 那印度去年智慧型手机的 总共销售量达到1.52亿支之多 那全世界只有中国大陆的3.91亿支 年销售量超过它 但是全球手机销售仅次于三星跟华为 一年达到2亿支的苹果 竟然排不上印度的前五大手机厂 更惨的是 苹果手机在印度的市占率 仅仅不到1% 相对小米去年全年印度销售了 4,290万只手机排名到第一 那市占率高达30% 这个对于手机霸主的苹果来说 情何以堪 那值得注意的是 小米在去年在中国大陆 卖出了3,880万只 这个销售量是不如印度市场的 那小米能在印度成功的关键有两项 第一个是在地化生产 第二个是客制化的设计 那小米在印度销售的手机 95%是在印度生产 甚至印度当地的零组件供应小米 手机的组装也达到60%的标准 这个可以讲说是标标准准 Made in India的手机了 那今年中印边界冲突 其实也没有损及小米在印度的地位 那今年第二季小米手机在当地的市占率 仍然将近三成 一哥的地位并没有动摇 那因为印度人现在目前反中的情绪 是比较高涨的 那小米在印度的各大城市的手机店 甚至是直接拿Made in India的字版 盖住了原来是小米标志的位置 由于印度手机进口关税很高 造成了苹果手机在印度的售价 甚至是高过美国本土的售价 在印度这个75%手机价格 介于200到300美元的市场 苹果手机自然是不吃香大翻车了 所以也因此库克要求鸿海 合硕跟伪创 你们都得到印度设厂 替我来生产iPhone 准备来个在地化生产 跟小米可以说是一拼天下了 那库克左远已经开打的美中贸易战 打了两年关税越打越高 又看到小米在印度成功的案例 深知道如果苹果手机要在中国大陆 长期生根 而且被认同 你势必就要找到红色供应源 来替换台厂了 而力讯无论是在管理 在技术 在资本 都到了水到渠成的时机 同时又有大陆官方的权力支持 那替换台商也不过就是势在必行 只不过是为了苹果卖命多年的台厂 就这样子一脚被踢开了 不是也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吧 今天小教室要告诉大家的是 从今年初的不到11块港币 一路已经涨到本波段最高的17.5港币 涨幅高达50% 请大家赶快去订阅Light Today的官方账号 这样子每天重要的新闻 包括我们的节目 就会准时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另外在Light Today的理财栏目里面 也可以看到这个节目的所有影片 Today大头家 天天带你掌握最新的金融脉动 跟财经趋势我们明天见啰